大家好,我是阿伟 今天来说一个网友问的问题 一个网友问我,他说我们装这个原版的系统 一般都是要打运行库 还有这个NAC组件 我们知道这个NAC组件是可以在程序这里面 在这个启用和关闭Windows功能这里面 原来这个方框是空心的 我们把这个点成实心 他就会把我们这个功能打开 自己去网上下载相应的文件安装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在这里点起来 他可能会出现要用到网络 如果说网络不太好 他那边的服务器太忙的话 安装是很容易失败的 要是失败一次呢 基本上就是无线循环老是安不上 包括这个正伏板 有好多人说过说这个正伏板打这个NAC3.5是比较难打的 这个3.5主要是一些老的软件要用到 现在新的一般都是那个这个是4.7的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下载离线包 离线包去哪里下载呢 现在是我们去IT天空 其他这个一键运行库 这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NAC组件 他这里分的几个吧 两个是运行库 一个是NAC3.5的 还有一个是4点多的 这是它是网盘的形式去下载的 一般我们都是几个都得打吧 但是分时的话 它这个4以上的我们是不用打 因为它本身就自带了 这个就是我们下载的地方 至于说下载的文件是怎么样 我这里这个就是这个是下载的压缩包 这个是我解压出来的文件 我们直接点它安装就可以了 它这个安装是比较快的 大概就是两三分钟吧 可能是三分钟左右就可以安装完成了 这样我们去打这个组件呢 就相对来说容易很多 这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出现这种情况 最好去下载一个离线包 这样我们就轻松很多吧 不用老是在那里安装 老是实行完装不上 那好吧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吧 分享一下 拜拜